法律101 和华裔助理康妮参加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当中 回答听众朋友所提出来的 各式各样相关的问题 也请他们提供在法律方面 在这一个交通法规方面的 这个最专业的讯息 提供每一位朋友们 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依据 所以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两位好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Join the Show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好 欢迎参加 好像康妮的声音比较小一点 要请康妮靠近一下这个话筒 好的 我们在今天和他们两位 一开始我们就有听众提出来的 重要的问题 因为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实话我也完全搞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紧张 我会觉得很重要 这位听众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他的保险公司车险 车子保险呢 送给他一个email 要他在上面签一个叫做 non-fault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rejection form rejection就是拒绝 拒绝前面这个 non-fault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所以这位听众就算说 这个为什么我要拒绝 这是代表说 有车祸就不保了吗 有事故的时候就 这个我的保险公司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就不负责任了吗 他说那这样子 我干嘛要签这个保险啊 那我签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既然要交钱他提供保险 我签了这个代表我白交钱 什么都不做 还是这是一个 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情形 那么在车祸方面 会有些什么影响 如果有车祸 有这种争执有诉讼 这一个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应不应该签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请 Mr.Lettleton还有Conney 为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说明 好吗 所以Conney就麻烦你和Mr.Lettleton了 好好好 So the question is This caller got an email from his own insurance company asking him to sign a rejection form for non-fault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So his question is It seems like it's a rejection form I have to say no to this So what does it mean Does it mean when an accident happens I won't be covered Why do I have to sign this form And so he's not sure what to do So he's asking us this question Okay Well if he had a policy before that provided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PIP This allows him money usually a minimum is $2,500 It's payable to him for medical bills or lost wages no matter who's at faul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ow the accident occurred It was just being involved in an auto accident Okay If he bought the policy before And he received PIP It means that he did not sign a rejection But sometimes when there is a renewal of a policy Or a new policy They may send him a rejection form to fill out Because the law in Texas Requires that there be a written rejection In order to not have PIP Or uninsured motorists So if the situation is PIP is very inexpensive 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pay medical bills quickly Right at the beginning of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may be some kind of a fault problem Or even litigation So my advice to him is Make sure PIP is included And never sign a rejection letter I can't make it clear Never I can't make it clear 来来来 康尼 来 麻烦你 好 那为什么 他就 那个 Never 就很清楚 那为什么不要签呢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PIP 是什么东西 这个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我们简称PIP 就是它的 它的简称PIP呢 就是每一个 Policy里面 每一个保险里面 那你可以买 至少2500块 如果你买至少的 保额的话 就2500块 那用来做什么 是用来 付你的医疗费 付你的薪水的审失 那这两个部分 无论是你错 对方错 谁错 有没有人错 怎么样都好 你有车祸 你就可以用到 这个PIP 付你的医疗费 跟你的薪水损失 是 那 那为什么 他会收到这个邮件呢 因为 有可能是 他以前 也是保存自家公司 那 当时候 他是有PIP 那 现在呢 有可能他是 买一个新的保险 也可能是 他Renew 他更新 他的保险 那是一些 有变化的 或是有变更的 一些情况下 那个保险公司 他们就 根据法律 他们一定要 告诉你 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 拒绝 那个PIP 所以只是 给他一个选择 那当然 当然我们已经 想很清楚 就never sign 为什么不签呢 因为 其实这一个部分 第一 很便宜 他不贵的 你买了 你多一个保障 你也不是付 很多钱 很便宜 然后他也可以 付你的医疗费 就算是 对方的错 有一些情况 有可能是 对方的责任 还没扯清楚 那有医疗费 要付 或是 你再要 高进法庭了 高进法庭 然后 有可能 有一些医疗费 也不能等太久了 然后 也可以用到 这个PIP 那所以 如果你签的话 也是说 你同意不买 所以我们 老板就说 never 就不用签了 所以 这位听众 不管你是 新换的保险公司 还是你现在 renew 这一个email 你就不用去理他 就对了 直接delete掉 对 直接delete 对对对 就把它删掉 理都不要理他 千万不要签 所以 朋友们 这个刚才 Mr.Littleton 还有Cockney 特别特别 提醒大家 尤其是Mr.Littleton 用了never 千万不要 绝对不要 打死都不要 去签这个PIP 因为你买的 你这个每 你放的premium 你的这个基本 你要付的每个月的 这个费用 或者说每年 你每次renew的时候 其实是很低的 而保险公司 你会收到 这个就只是保险公司 依照可能是我们的州法的要求 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拒签 但是呢 朋友们千万不要 这一个一开始就把这个重要的观念 这个重要的这一项 我们提醒所有的听众 在你买保险的时候 车子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 因为我们讨论到了车子保险 因为每一次我们在买车子保险 买这个auto insurance 最主要的就是发生 尤其是车祸的时候 它可以保护我们 不是保护我们不受伤 而是保护我们在财务经济方面的损失 或者医疗方面的损失 这一个花费 可以有一个补贴 不可能从头到尾 因为全部每个泵子 全部帮我们付清 但是它可以有一个补贴 那么在保险方面 insurance的上面呢 有的时候常常会跟保险公司 在这种补贴方面 在这个赔偿方面 会有蛮大的一些出入争执 我就想因为这个问题 以前也和Mr.Lottleton 和Cony也讨论过 但是今天因为这位听众提出了 是保险方面的问题 我就想请他们两位 能不能再一次谈下 通常来讲 我们在这种就是auto insurance方面 尤其是谈到理赔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讲吧 因为有可能是我们的错 有可能是对方的错 但是不管怎么 这两个方面 能不能请Mr.Lottleton 和Cony来分析一下 我们要如何保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损失 降到最低 或者是说可以获取 最大的一个 这个福利补偿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 所以你是说已经到了 那个谈下前的这个阶段了 已经到 那作为 对 所以如果到这个阶段的话 作为受保人 或是作为 那个你拿钱的 就是受伤的一方 或是你作为被告 那有什么可以做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 如果是被告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损失 或者责任 那当然 我们希望能够把责任 能够缓下来 那如果是受伤的这一方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 最好的这个赔偿 当然最好不要受伤 任何不管是身体 还是生命 其实没有办法 真的弥补所有的 但是如果发生 我们希望能够有 最好的一个补偿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通常我们要等多少时间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补偿 因为旷日费时 如果要等个两三年 等到真正拿到 这个补偿的时候 已经原水救不了近货 用不到了 或者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请就是 Mr.Lutton 为大家分析一下 好 那所以我就会问他 在这个阶段来讲 作为 因为谈判的也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受保人 或是受伤的人也不是 因为都是律师跟保险公司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尤其是有的时候 因为总觉得 这不是我的错 或者我可以提供 对方一问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提供的 这一个消息 这一个我的看法 我的view会更能够帮助我自己 而事实上 他是否真的应该这样子做 应该提供呢 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时间上了 对 时间上了 什么时候可以结案子 好 我问一下 好 谢谢 we have another question about negotiation or when the case is in settlement so when a case is in settlement no matter you are the defendant or you are the claimant so the audienc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can I do so for example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should I provide what kind of assistance should I give to my attorney or my insurance company to make sure that the negotiation or the settlement the settlement negotiation process is smooth and it is fair and if I am the claimant I get the best or the most reasonable settlement so as someone who is not in the negotiation what should I do this is question number one and also for a negotiation to wrap up to a closing how long would it take on average for a case so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h wow I only have three minutes that's what well as far as the issues and the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in a settlement is knowing about all of the medical bills knowing about the dates of treatment and the chronology how the sequence occurred it is also information about your health insurance because they may have a lien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what the injury did to you if you lost lost wages if it affected your social life and the last part is if there are any long term problems okay and then the last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settlement the question of settlement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kind of case the amount of injury but it's also which insurance company and so you know my advice to you is if you've got a significant injury and you've go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edical bills in excess of three or four thousand dollars or some kind of injury that is continuing get a lawyer it's too much to remember there's too many things that can go wrong within the process if everything goes right if a lawyer has presented everything and timely first offer usually occurs within 30 to 60 days after all the information is submitted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it takes is always dependent on the case itself and the insurance carrier there's some insurance carriers that are very slow OK 那他就 我们刚才就 问两个问题 就是 作为一个 被告 或是作为 要申请 理赔的 那个人 其实 我们到这个 阶段 一定都是有 受伤 才会到这个 理赔 谈判的 阶段 谈判 一定有 受伤了 那所以 那有什么 可以做 我们应该 提供什么样的 资料 让整个过程 可以更顺利 老板就提到 好几个部分 第一个 你的医疗账单 因为你一定是 有受伤 我们才需要 去谈价钱 无论是 你请律师 谈也好 你自己去谈 也好 你都是有 医疗的账单 医疗报告 才会 可以去谈 谈理赔 所以 把所有的 文件 都要 交给保险公司 医疗的账单 然后呢 你什么时候 做的 treatment 你做了什么 的treatment 是一个 跟持续 就是时间上 才好的 你从 首先看什么医生 然后做什么检查 然后做什么治疗 好了 这一些 还有就是你的健康保险 为什么健康保险 有关系呢 因为健康保险 帮你付的医疗费呢 在 在这一个 谈判里面 都是有一个 重要性在里面 所以 你的 你的健康保险 还有就是 你的 你的受伤 对于你来讲 有没有影响到 你不能工作 你有薪水损失 或是呢 你有没有 对于你 生活上的活动 有什么影响 比如说 你以前是做 在后院里面 做很多东西 那自己重东西 那受伤以后呢 有一些不能做了 你的身体 生活的 实数有降了 或是 你的将来 你这一些的受伤 对于你将来来讲 有什么影响了 那那些都会是 可以 对于整个 理赔过程 可以更顺利的 一些的 东西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时间 其实老板就说 每一个案子的 时间都不同 因为每一个案子 它里面的内容 它怎么发生的意外 怎么受的伤 都不同 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是 哪一家保险公司 在做理赔 有一些保险公司 就特别慢的 有一些就是根据 时间表来走的 那所以 Type of case 怎么样的案子 第二个是 insurance company 哪一个保险公司 都会影响到 你整个理赔的 过程的长短 通常如果 所有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都已经送到 保险公司的话 他们第一个offer 第一个给你的 理赔金额 通常30到60天 你就会受到 但是老板就最后 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受了伤 你的医疗费 有起码有 上四千的话 可能中间 牵扯到的文件 谈判的过程里面 需要 留意的东西 可能都会比较复杂 或是比较多 所以如果 你是有受伤 你的医疗费 有三到四千的话 其实最好 也是找一个律师帮你 是 那么刚才 因为有听到 康尼也谈到 Mr.Lutherton谈到 就是我们要把 我们自己的 看病的 医疗的这些收据 都要准备好 收集起来 然后交给律师 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可以帮助我们 在医疗费用方面的争取 那么 我问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的医疗保险 personal的这种 medical insurance 它有个所谓的 叫做 基本deductible 那么这个在我们 我们要拿 这个补 就是等于是说 它的这个 回复 我们赔偿金 是否这个 我们基本支付额 我们前面有的 一千 有的两千五 有的high deductible 七千五 都会在这个里面 成为它的补值 这个赔偿的部分 你是说健康保险 对 deductible 对 好好好 So Pamela has a question about health insurance as we mentioned health insurance inform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negotiation so for health insurance there is a deductible so a deductible is something that insurance company has to consider in reimbursement or in negotiation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deductible and how how do we handle deductible in negotiation okay the deductible is part of your medical bill okay so if you've got let's give you a mathematical example let's say you got a five thousand dollar medical bill and the health insurance pays four thousand dollars of it and you have to pay a thousand dollar deductible well the health insurance has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but that's still a medical bill the insurance company has got to pay and the fact that you owe the thousand dollars for the deductible they have to consider that also okay so just because with the word in Texas it's paid and incurred it simply means that it's a bill that is owed now or that has been partially paid by you or some of your insurance carrier or someone else but it's still a bill and all of it ha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liability carrier for the auto insurance carrier insured okay 那老板就 讲到 其实 对于理赔来讲 所有的 我们叫 paid and incurred paid and incurred 是说 已经付的医疗费 或是 有人帮你付的医疗费 或是 还没付的医疗费 这些全部 都包括在 我们理赔里面 的损失里面的 所以呢 如果是健康保险 帮你付的一些钱 那个也是 有帮你 医疗费的一部分 你的 deductible 也是 因为是你自己付的 deductible 也是 那个医疗费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呢 这一些 无论你的 deductible是多少 比如说 保险公司 五千 保险公司 帮你 处理了四千 你自己付一千 这一些全部 都是 包括在 理赔里面 的 paid and incurred 那个医疗的 金额的 好 那么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OK 我说over counter 买止痛药 我买 这一个 salumpus 这个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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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t OK 因为我 撞到我脖子 这里痛了 现在这边 肩膀拉痛了 好 我就去买 我这个 这个不是 经由 prescription 也不是在 doctor's clinic office 或者 pharmacy 我就到我马 我就over counter 抓了这个东西 回来了 那这些花费 我可以报吗 嗯 so the question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prescribed or not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 for example I am I am in pain I have to get some solanta cott and cold patches to relieve my pain so this is not prescribed by a doctor it is not given to me by a clinic so I just purchased the medication for my own relief so will can these be reimbursed for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 um normally not because the issue is whether or not you use the entire bottle for the condition called by the accident ok how if you have an injury that is lasting a long time and has problems verified by the medical records and the doctor's treatment then they normally recommend that you continue using advil or tylenol or any type of over-the-counter medication to help you with the pain in other words if you have a verif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pain with a doctor then having buying a bottle of advil and using that bottle of advil during the time period would be covered okay it's just you know you go to costco and you buy five thousand five thousand tablets of advil and you your doctor says you're okay in two weeks that's not going to work okay so most importantly is the verification by the doctor exactly 阻点 that 要看 你用 这个药 其实 不是 医生 都建议 你用的 那比如 说 医生 医疗 报告 There 说 你有 哪里 痛 医生 就是说 你就 用 一下 一些 肠药 或是 你在 家里 就 用 一些 肠 的 膏药 或是 用 一个 止痛 Fire 之类 所以 有 有 有 时候 不是 一 יה 去 开的 但是医生有建议你用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帮你舒缓你的疼痛 那这一些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去争取去拿报销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句都是医生的建议 医生给你的那个对就是需要用一些药 那就更可以有更有利我们可以帮你拿到那个报销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要看在一般来讲 我想Mr.Littleton也特别提到的就是 如果说我去买他一瓶Talon或者一瓶这个Motron 但是我怎么样子保证这一瓶都是我一个人用掉 而且完全是因为这一个车祸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好在今天我们节目啊 哇进展的好快啊 几个都是和在我们的Auto Insurance 他的使用或者他的范围方面 那么请Mr.Littleton和康尼为大家做分析 一下子时间就已经到了 我们要在这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法律101 首先再一次的谢谢Mr.Littleton 还有康尼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今天非常非常的学到很多 第一个就是学到 Never sign that rejection form 朋友们记得千万不要去签那一个 那个拒绝PIP的form 千万千万不要签 收到了这种东西就赶快把它给消掉 理都不要理他 所以这是重中之重 Mr.Littleton一开始就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也学到了 其他方面更多的这个detail 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 YouTube上或者Podcast当中都可以再度收听 谢谢他们的参加 我们在下个月继续空中和他们一起讨论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thank you so much Never sign PIP form Never Okay Never Okay Thank you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n October Thank you Bye-bye Bye-bye